娱乐圈中很多人都是从小配角跑龙套开始做起的 有些人跑了很多年龙套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没那么幸运 扮演了十几年的小配角却没有什么发展 于是就放弃了演员梦换别的行业发展了 但是还是有这么一些龙套演员 演戏只为了爱好 背后的身份却没有那么简单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位龙套演员 一 廖伟雄 廖伟雄家里条件不好 他也没读过什么书 小小年纪就开始进入社会 出道之前廖伟雄干过搬运工 销售 厨师 挣的钱只够管个温饱 日子也是平淡无奇 音乐机会之下 廖伟雄参加了无线电视台第六期的训练班 事实证明廖伟雄天生就是吃演员这碗饭的 刚从训练班毕业 他就接到了网中人这部电影 饰演阿灿的角色 虽然只是个配角 但廖伟雄却演得非常出彩 瞬间走红 不过廖伟雄是成也阿灿 败也阿灿 因为这个角色限制了他在演艺圈的走向 后续他参演的电视剧反应不大 主持的节目也被停了 公司给的资源全是不起眼的配角 廖伟雄慢慢就萌生了退圈的想法 没想到退圈之后 廖伟雄整装待发 投身了从未接触过的有机农业 别看廖伟雄曾是明星 但他特别能吃苦 最开始种植时 离地种地的活都是自己干 在有机农业这条路上 廖伟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种植的有机大米 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跟认可 开始消往全国各地 也走上了出口的道路 他也因此整得盆满钵满 2.李隆基 TVB老戏骨李隆基 一直是观众比较喜爱的绿叶演员 在很多港剧中 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由于多数情况下 李隆基都是在剧中 饰演皇帝的角色 因此观众为其冠上 TVB御用皇帝的称号 在很多网友看来 李隆基是一位演员 但是早期 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在上世纪70年代 李隆基的歌曲传唱度很高 而且有时候为了跑活动 他不惜去酒廊助唱 一晚上唱45分钟 就能够拿到1200元的出厂费 这收入在当时可以说 已经是很高了 但李隆基 依旧不忘投资房产 有消息指出 他和妻子名下 差不多有七套房产 身家至少过亿 面对媒体的求证 虽然李隆基没有直接承认 但言谈之间 也看得出他十分得意 想来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 3.邓赵尊 邓赵尊曾经在周星驰的电影 《百遍行军》里面扮演校长的儿子 后来又在周星驰的电影 《国产007》中扮演局长的儿子 让人更加深刻的 应该就是他在陈浩鸣版本的 《风神榜》里面扮演金扎了 不过演了这么多年的电影 邓赵尊一直没有红 甚至没有演过主角 在香港 很多邓赵尊这样的小演员 晚年都是穷困潦倒的 不过邓赵尊却是一个例外 因为邓赵尊总有几十亿的身家 邓赵尊的钱自然不是他赚来的 而是父母留给他的 不仅如此 邓赵尊还谈了三个女朋友 同时给三个女友发工资 三个人都是长相十分一般 而且出身也十分普通 让许多人想不到 这三个女人都跟邓赵尊一起同居 一起在和平共处 邓赵尊也堪称是人生赢家 4.李家鼎 李家鼎出生在广州的富人区 起点比普通人高出了许多 当时的李家还是一个书香世家 在广州赫赫有名 网上熟一几代 李家鼎的祖父都曾在朝为官 为家族留下了广阔的人脉 而后代因为祖辈的庇护 在广州也打下了厚厚的根基 他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在TVB工作 如今已有40年 之前李家鼎一直显露无数演员的身份 使得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厨神 在TVB播出的一档关于烹饪的综艺节目 李家鼎在里面担任常驻嘉宾 节目播出后观众才明白 原来这个人竟然还是个厨神 也许当时的李家鼎想不到 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竟然成了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在李家鼎一生中 他整整充演了40年的配角 虽然他没有体验过被万人追捧的感觉 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 让我们认识了他 虽然他不是主角 但是拥有了主角的待遇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这种精神是难得可贵的 五 许少雄 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 《使徒行者》中的许少雄 人送外号 欢喜歌 从出道以来只愿甘心做配角 以被人贴上金牌绿叶的称号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那就是辈子雄 这个说法就证明了他太有钱 徐少雄在1948年的时候 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名门望族 家里特别的有钱 他的太公是当时清朝时期很有名的学者 不到20岁就在汉领院就职了 据说还深受慈禧太后的喜欢 成为了他的干儿子 后来又身兼礼部尚书 还有浙江两江总督的职位 不仅如此 还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创办人 可以说很有地位了 徐少雄的父亲也很争气 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食材生意 生意火爆的时候 广州的好几条街都是他们家的 正因如此 徐少雄也成为了当时娱乐圈 最早开上奔驰的人 起初徐少雄只是把演戏作为一种爱好 现在的欢喜哥 已经是23岁女儿的慈父了 家庭十分的幸福美满 虽然出演了一辈子的配角 但是徐少雄不争不强 不顾名利的个性 在娱乐圈还是特别少见的 6.陈曼娜 据港媒报道 前TVB老戏谷陈曼娜 出国探亲期间 顺便买了两套房 她直言太实惠了 不得不说她相当豪气 陈曼娜离婚后 独自抚养一对子女 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学霸 女儿是耶鲁大学博士 毕业后回港发展 目前已经结婚生娃 儿子则先后考入斯坦福 和哈佛两所名校 毕业后留在美国当医生 还娶了杨媳妇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陈曼娜是一位身家过亿的富婆 从80年代开始 她就一边拍戏 一边投资房地产和股票 她的眼光非常独到 很少投资失利 凭借着不懈的努力 她早已赚到盆满钵满 在世界各地都有房产 尽管陈曼娜不缺钱 但她从来没想过放弃演艺事业 刚当配角数十年 很多时候她演的角色戏粉都不多 她从来不会敷衍了事 而是认真研究每个角色 力求尽善尽美 7.邓子峰 在无限津津夜夜做了31年的邓子峰 除了是TVB的金牌丝以外 还是电视剧中的御用配角 不得不说 私生活低调的她 其实出身显赫 家族资产高达20亿 但她从来不炫富 早前她向大家拜年时 才罕见曝光了自住豪宅 相当豪华 在她晒出的照片上可以看到 七豪宅内部宽敞整洁 连硬洁的年花也是特别大气 可见平时女主人有精心打理过 如今60多岁的她 已经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 早年间她由于兴趣 学习了不少新事物 比如说开飞机 笔记分析师 组乐队 打高尔夫 鼓动收藏 总之就是技能满满 虽然她身世显赫 在娱乐圈打滚了这么多年 更是身家不菲 不过她在日常生活中 仍是能省则省的作风 8.马海伦 TVB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七公主》里 有一个大家非常了熟的老戏谷 她就是顾百万老婆的扮演者 马海伦 如今已经70多岁 戏龄早已超过了50年 这一般的成就在整个影视圈没几个 在TVB当多年绿叶的演员很多 不过马海伦很不简单 虽然TVB的酬劳并不高 而且一直当配角 但马海伦却是个影视圈的隐形富豪 根据媒体保守估计 她的身家超过5000万 看她今年母亲节晒的包包 紫色鳄鱼皮拼鸵鸟皮Borking 价值上百万 她的老公是富商和氏住的弟弟和氏饶 70年代就已经是慈善机构 东华三院的董事局总理 家族本身就不简单 而且在90年代正是香港楼市逢涨时期 马海伦不知道是歪打物状 还是眼光独到 开始炒房 大转特转 马海伦买房还买到了英国 早年她的一对子女到英国留学 为了让他们生活便利 她就买了一套房给子女住 果然有钱任性 有钱是好事 更难得的是 马海伦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看到这些演员各自精彩的人生 能不能爆红 当不当主角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打红大紫 但还能继续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没高昂片酬 但身家甚至比很多万还高 有钱有闲 有事业 人生赢家不过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